2019年底武汉肺炎爆发 疫情快速传遍各国 2020年受到重创 连科技业制造业 现在也都传出了 无薪价人数持续的攀升 在大环境萧条形式 所以我们用欢喜的心 来迎接我们未来 在新的开造房里面的一些运作 一方面我们要面临新的挑战 积极新的心态来面对 谢谢大家的帮忙 上帝使用这栋崭新的大楼 献给家医地区的百姓 这个手术大楼的成立 是蒙神所喜悦的 这边有最好的人才团队 具备了成为准医学中心的条件 大家好 以热烈的掌声庆祝 智慧手术大楼正式请用 为家鸡迈向医学中心 立下新的里程碑 打个鼓鼻 全球有努力 有完整的照片 它才有机会长期的受限 运动输业 口痛中心 做一个整合团队性的一个诊断 我想我们家鸡持续的一个离民游行 让各位民众看得到 也能工化到脑部比较深沉的一些区域 也能工化到脑部比较深沉的区域 也能工化到脑部比较深沉的区域 下 where heaps 遇见 船尔 结果 11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活力夾擊人 耶 所以它是相當難得的 尤其又是以台灣為名 家具棒的棒 棒 耶 別人簡歎你我一起 高投守護我們的家園 讚 威靈敬殺 環保家庭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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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来给我们修技术博阿姨 GOOGLE STARS 可以贏 OK,好 1,2,3 慢慢投 環台 GO!GO!GO! Q.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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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华南博 欢迎大家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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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顾家机2022年 我们面临了疫情的影响 以及大环境的改变 而因为仍能够维持稳定的成长 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 展望2023年新的一年 其免每位家机同仁 继续以戴德森的精神 用爱夺走一里路 朝医学中心的目标 共同迈进